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勤洗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乡 那么回古先世王产老祖 各位维心贤士 各位双善知识 本维心圣教的法文 至于中华文化道统 七千三百五十四年前 当下福西氏族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万华 而生成 所以中华文化道统 悠悠岁月七千年 也是轰轰予以七千年 那么这七千年的文化道统 一直潜藏在你 我 他 都之间 现在称为空中庙 佛所说的空中庙 这是真实不虚 回顾七千三百五十三年的 岁月里面 虽然悠悠岁月七千年 还年祖孙一万三重千 我们饮嘴诗言修妄魂 这是一个非常高境界的禅语 代表文化 智慧 在你 我 他 无论地球 任何一个时代 有几千万人 几亿人 这个法 永永远远存在地球上 和地球与星球之间 从来没有断掉 也没有灭 只是我们不小都没有开花出来 所以才有 两千五百年左右的佛教 释迦牟尼佛 儒家 儒教 孔子 道教 老子 百家思想 诸子百家的 圣人 同时在那一个时间 降生 世间 一起将 妙法 世间的一切万法 雨后春笋 万教齐发 我相信那时候 我们各位同修 我们都在那时候 曾经 不同的年份 都有到世间上来走一趟 才有今天这个缘分 还在地球上 我们又见面了啦 但是见面之后 事情相似不认识 又好像 认识 这即是人生 叫做朝月丁啊 所以王山老祖 导教师行 台湾祖师 导教师行 目的是为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传承 在这个化时代 迈向完全科技的之前 还要用人 来表达 这些中华文化道统的智慧 在人世间 才成立了 维新圣教 疫情大学 终身学习教育的体制 是世界上唯一 以疫情为主折的大学 疫情大学 这是很复杂 又充满的挑战 要充满的 引导我们迈向 乘圣乘贤的 路上 一条很简单的路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条 所以叫做疫经 很容易走的一条路 叫做疫经 但是圣人的 疫经 八八六十四 挂三百八十四摇 演化出无量无边的智慧 让我们大家都怕了 所以我们世间人 听到疫经就怕怕 听到疫经就好像 进入无底洞 事实上 你不学 不了解 还是在疫经里面生存 所以王辰老祖在十年前 我在台词播出 疫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 老祖开示了 大家学疫经的真言 八句真言 大家学疫经八句真言 就是第一 大家学疫经 做人处宿可安心 要安心不简单 大家学疫经做宿工作可顺心 顺这个心也不简单 大家学疫经 大人小孩都聪明 要聪明也不简单 大家学疫经 身体健康心安宁 身体要健康心要安宁更不简单 大家学疫经公司客户武器心 就不简单 我的东西卖给你钱 能不能收回来 我跟你合作 你会不会跟我摆乌龙 这都是我们的问题 大家学疫经修行到上可见性 虽万教齐发 都在讲修行修行 我能知天知地 知一切万华 这都是我们很大的课题 你要修行哪一个法文 能不能到达哪一个世界 能不能悟到哪一个境界 你不懂异经 永远在那边瞎子摸象 哪一个法好 我告诉你 当下众生有困难 你又没有办法帮他排除困难 没有办法让他了解英联国 那是再好的法文 无济以示 那都是骗得自己的良心 也在骗别人的心 这很不好啊 所以王山老祖 开述我们大家学医经 修行到上可见性 怎么样才能见性 大家学医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家庭要怎么圆满 这是最困难的一个法文 然后到最后 大家学医经 国家社会定太平 怎么太平 一定要有标杆 你现在的太平 是怎么你个人的思想 空出妄想 那都是很模糊的 不负责任的妄想 所以大家学医经 尊严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 八句尊严的真实意 祝福各位 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死亡善知识 大家学医经 八句尊严是王山老祖所开示的 所以这八句是尊严 尊严是神 佛所开示的 叫做尊严 众生所讲的 是话 他的想法 没有办法贯穿到未来 也没有办法去探讨过去 所以大家学医经 做人处处口安心 这是宗教的最高境界 就是要安心法人 有如早上 我们师姐的儿子去当兵 从小就会看到 灵魂界的孤魂流灵 他就比较敏感 所以去当兵就烦恼说 这些孤魂流灵会来 找他麻烦 我拍摄跟他说 你可以枪拿起来把他打死吧 那是拿 怎么打 打谁 也许隔壁床被你打死了 所以这话我也不能讲 那事实上就是他的命挂 里面有问题吧 命挂的问题 就是造成他 患毒患失嘛 有如刚才 我们同修 你同修基隆的 师父啊 命挂里面都 父母要很旺寇祖孙耶 所以 孩子都不理他 楼上楼下 半年一年都没有下来看爸爸妈妈 那很正常嘛 孩子很努力在打拼 你让他打拼 你不要给他干招嘛 我们老的人 人生上经就好了啦 所以诵经就是父母要啦 你父母要忘 老来就是诵经 嘿嘿 你经送越多 看了越开 你越不会 会顾忌孩子 笑不笑 不会烦恼说 孩子对你怎么样 也不会烦恼说 我是不是克祖孙 因为我的父母要忘 才会克祖孙 祖孙才不会 插嬷 诶 若树在我来想 孩子你想说 不要插嬷 你如果插嬷 我的父母要很旺 我会把你克死 让你百事不顺 那你就是好好去打拼 忘了老爸老妈妈 我也忘不了你 你可以忘得了我 到最后分财产 遗产的时候 你再来记得我就好了 那时候就没有 受课的问题 最大时间我就认真诵经 想好我们也没第二条 你还敢来挨 做超人 我告诉你 你也不是超人 还没中手就超人 我挨就挨人 我挨不挨 我只挨你就挨就挨 社会这也没有骗不骗 你如果想想骗 你就想骗 现在社会这么多人 就是没有智慧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为先圣教 我们学演同修 我们的责任 所以 王山老祖 告诉我们 大家学艺经家庭 也满了一条心 要有正知 正见 这就是尊严 就是尊严 希望各位微信 闲事同修们 你们要兼顾 就是弘法立生 安定民心 安定受贿 烦恼颠倒梦想着 他们的念头 所以大家学艺经 做人数数口安心嘛 可以安别人心 也可以安自己的心啊 那么大家学艺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都很真实意 小家庭 中家庭 大家庭 不是小三的家庭 即使你有小三 你也要有那种责任 把他安做家 众生 娱力平等 对不对 我不是提倡大家小三嘛 只要你有能力去 养所有天下的苍生 不管小三三 大三 中三 什么三都不管 你只要 让众生 能够来世间上 修行 来世间上 做一个堂堂政治的人 政治的人 为社会国家奉献 那么你也功德无量啊 所以很多众生 无知的众生 一直在批评 某某人是谁生的 哪一个什么生的 哪一个血鱼生的 哪一个什么呢 胡说八道 没有智慧的人 一直在批评别人 哪有办法 你是真正的 爸爸妈妈 说的 你奋斗 怕变红花 那很简单吧 还在那批评别人 自己三餐 不计 什么智慧都没有 你还在批评 一些奋斗 努力 有所成就的人 这都是非常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格的人 所以正论圣人的节目 连看我也不想看 带大家走进入烦恼 带大家走入困境 大家走入地狱 悔愤探欲 这个是我们学艺经德同修文 社会大众文 王燦老子倒叫此行 出广场所向不愿其缓的 为大家 来 打开这个心结 这即是义 即是义经的义 从阴到阳 从阳到阴 从不顺利到顺利 这都是我们大家 学义经八句尊严 王燦老祖 告诉我们的 真言 好吗 等一下 我们会请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 秘书长 袁道法师 他来为各位 表明 说明 八句真言的重要性 为了我们所有的 贤士同修文 大家相互的鼓励 相互的成就 相互的赞叹 共同来完成 天下一家庆 这即是我们维新圣教 我们维新电视台 维新天下室的最大目的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 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届的贤士同修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三生有幸 能够归于在维新圣教教族 无量寿庙族上 王展老子大天真 及宗族上文宣 咱师师父 当门下地主 明书难遇 金与遇 希望我们大家同修 要互相勉励 千万不要退道 因为有些同修 不知什么原因 还有退道之心 日之难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很可惜 所以我们首先 应当大家以感人的心 感恩我们的师父 当下视线在人间 是一位 真正有真实实力的 伟大宗教家 是一位视线在 王展老子分身的 真人在世间 我们堂长能够 跟书在一起 接受书的调教 听经文法 大家如果知道 了解这真实力之后 大家会非常珍惜 非常感恩 阿弥陀佛 当下书要我 跟大家来探讨 请大家学义经八句之年 这是八句之年 我们所有贤士同修 一定要滚过烂手 耳手能响 开口就可以把八句之年 朗朗上口 因为这样子才是 真正学义义经新法 这最干扎的八句之年 是让我们今生今世 用意 从属开始 有的以为说念念八句之年 念一念就通了 不是 八句之年的含义 我希望大家先把八句之年 囊囊上口 有空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就反复 推敲 然后智慧也无所得开 为何每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 自己反论 比如说八句之年 大家学义经 做人吃事 可安心 大家学义经 身体健康 心安宁 大家学义经 大人小孩 皆聪明 大家学义经 工作事业可顺心 大家学义经 公书客户武器心 大家学义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义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这八句之年 你一定要 铭记在心 在梦中 甚至于都可以 再拿出来 再反路推敲 自己反论 比如说 当下 大家学义经 做人吃事 可 安心 为什么 为什么 自己反论之后 一定智慧 有所得开 如果你光是背起来 就不管他了 好像背起来 他就会来告诉我 不是 自己 在反论 自己在推敲 然而你 一直在推敲的时候 你在日常生活之中 你就会 应验 给你 体验人生 从此智慧才会开 因为 大家学义经 要自用意的开始 用意在哪里 从这八句之年 人生所有的 喜怒哀乐 贫富贵贱 一切一切都在八句之年之中 所以我们所有贤士通修 顺畏微信地址 已经是 师尊书给 所有贤士通修 已经贤士的国位 当下 别称为贤士 华界众生 常常会碰到你 向你求度 所以你们已经有相当的果位 可以要 广度有援 广力众生 所以我希望今天 师父要我跟大家来探讨 第一个就是 八句 大家学义经的真言 师父刚刚已经开示很清楚 真言 是佛菩萨 传出来的真理大道 大家不要怀疑 但是 自己反论 是要自己开智慧 为什么 比如说 大家学义经 身体健康 心安灵 为什么 为什么为身体健康 就心安灵 大家学义经 因为大家学义经之后 我现在从这一点开始来讲 大家学义经 身体健康 心安灵 因为 义经 学了义经之后 你智慧会开 阴阳两界的道 你会清楚 如果没有学义经的人 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看得到的事情 你才劣之一二 看不见的事情 你就一无所知 阴阳之未到 一定是阴阳都知道 你才能够了解世间 一切 万法万象 这病的原因 找医生 一般来讲说什么都是找医生 不对啊 医生能够医好的病 只有靠医药 一点点的范围而已 我们一个人会生病 病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身体不舒服啊 找医生 这是吃的东西 不清洁啦 或什么 有毒啦 这是生病 另外呢 包括 无论你到哪里去 不小心 不小心 包括什么呢 会冲杀的问题 跟法界结恶元的问题 碰到冤心在死的问题 这些都 医生的事实无策 如果你不懂 没有学医经 身体要找医生 能够身体健康 心安宁 不乎可得 原因很多 看不见的问题 刚刚 贵人师姐在讲的 他看到同修 袁德华士不再太着补挂了 同修之间不舒服 是 官鬼 成蛇 这方面的问题 你就知道 而且没有主身 就靠医药 没有办法治 要靠谁 靠法 治病 靠法 所以 这是 找法师 找师父 就很快迎刃而解 还有呢 如果碰到冤心在死 或是外灵附身 那就是又怎么办 跟外灵好好沟通 你用诚心对待他 尤其当法师以上的 有 责任在身 有这 在这个 输给你 受计的 就 魏德利 请外灵出来 开 沟通 很快他就会跟你 沟通 因为他知道你 真正要 能够帮他忙 可以对话 这些对话之后呢 如果要沟通好 承诺下去 马上 就解决问题 所以我今天 讲这个 就是说 身体健康 心安灵 一般 医生 医不好的病 很多 所以 大医院 小医院 都客满了 因为医不好 还在那边 大馆 小馆 茶在那边 都爆满 所以 我们 这八句真言 让你开 开眼 对 事件 一切碰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 比一般人 更超越一等 能够了解 一两两件事情 还有超越的 一切事情来看 过去 患了什么毛病 过去 以及未来 所以身体健康 心安灵 大家知道 我们 这件事情 就开始我们 如果让我们 人生难免有生病 但生病 能够 赶快 恢复健康 就靠 懂不懂 疫情 所以 当下 时间又到了 所以 很可惜 时间很短 谢谢各位 大家在这里 大家 人导 互相勉励 阿弥陀佛 亲爱的师父 原道法师 原德法师 六至十一届 各位同修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们跟随师父 还有老祖师尊 在学习 易经心法 最少都十几年了 那十几年之间 每天的学习上头 一点一滴 虽然我们好像 没有什么在 记他 或者努力地去背他 可是都记在心里了 就像师父以前说的 我们虽然有时候会闪神 可是我们护法神 也会替我们记下来 这个一点都没错 那在学习易经上头 对于这个 我们说说 大家学易经 我们的工作上头 会比较顺利 但我有一个印证的 我为一位朋友 他要跟人家合伙 结果我就印证了 我们的张卦来 为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他要跟人家合伙 做一个餐厅 可是他很信任对方 他跟两个人一起出资 去接一个餐厅下来 他来问我的时候 已经给人家三十万的定金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他沾了三个卦 第一个卦 我们就说 这家店的风水怎么样 吉凶如何 第二个卦 张他在这家店 做生意 可不可以赚钱 第三个是跟人家 合伙的关系如何 张的三个卦 我记得那个卦一出来 我就觉得奇怪 六窑入木 他兄弟 里面有兄弟 有成蛇洞 还有呢 就是他的四窑又凶地 我想说 这个风水上头有问题 因为他六窑入木 记得很清楚 我就问他说 你这个餐厅你去看的时候 他的天花板怎么样 是不是都漆黑色的呢 还是暗暗的啊 我这个朋友 他很好玩啊 他说 没有耶 我去看都亮亮的啊 因为怎么样 他看我看他进去 是年轻人 是我 那个大概是三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 他去看的时候 大概就是进门 看着灯光很亮 没有往上头看 结果呢 我说 沾着第二个卦的时候也不对 问他会不会赚钱的 又是兄弟辞事 再沾第三个卦的嘛 合伙关系 他就是四窑兄弟去生硬窑子孙 我说 哦 那这样是他自己兄弟 劫财啊 要去生人家 他就拿钱去给对方 对方应该是很悠闲 很清闲地坐在那里 不需要烦恼 那我问他 他说确实都是他在跑 我就问他说 那你去看 这家店面 带我去看 结果 他说 有点忙 浅了一段时间 就说他就是耽误了一段时间 都没办法带我去嘛 有一天 因为他的店面有做广告 我就 上网去抓他的那个广告出来 一看 结果呢 你知道 我一看 不对 傻眼 他那个天花板上头 全部都是黑的 漆黑色的 在现在年轻人 他们的那个餐厅都漆黑黑的 然后也没有天花 没有弄那个天花板 那个广路啊 通通漏在外头 哦 怎么想说 哎 这个不行 还有他又兄弟动 还有一些问题 一定不赚钱 那 上他会不会赚钱 他也是兄弟动 然后上他合伙的关系 他去生人家也不对 所以呢 我就叫他说 你好好的 静下心来 去那家店 每天中午 他是中午的时候人最多 你去看 你应该要请多少人 你的餐厅应该要怎么样花费 叫他重新去算 叫他好好的去 计算这家店 他 听我这样讲 他就真的想一想 好吧 他就真的过去 三天 三天去计算 他们进出货怎么样 然后呢 要请多少人 发现 对方跟他讲的不对 他当初的时候 他自己 自己去再请一个人 这样子不够 还得再请一个人 结果算出来 赔钱 这下怎么办 这也很好玩呢 我有请他到 那个土城道场 去那个 请示老祖 问他 他一直问说 我这个钱可不可以 拿回来 他只问这样 我这个钱可不可以 我这个赔的钱可不可以 拿回来 老祖给他 就笑杯 笑杯 他不然就是 第一个请杯 后面都笑杯 我看了他的挂的时候 我想 应该是怎么样 钱可以拿回来 可是 不是给他 应该是给对方 因为他合伙人 对方的合伙人 跟那个餐厅 原来餐厅的老板很熟 结果他瞧了半天 讲了半天 那个原来餐厅的老板 他只肯把 就是他合伙人的钱还他 然后他自己呢 一毛钱都拿不回来 而我们在看过来一个 很好玩的地方 他是誓摇孙硬摇 他自己是兄弟 对方又子孙 那我当初的时候 也就跟他讲说 你的钱拿不回来 可是你也会很开心的 把这个 他只要把他的钱拿回来之后 你就会很开心 你不会计较了 他刚开始 他还是一直争 这到最后 他真的就这样 告诉我说 只要他的钱 有拿回来 我就很安心了 然后呢 这个钱就 反正这个 这个case就算了 这样子 然后我发现我们在张挂 可以将三种情况都出现 然后我们这样慢慢的学习之中 可以让我们说 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预知一件事情 怎么处理 给我们很好的方针 如果他早点来 我让他好 定金还没给的话 那他这个人 就不需要赔了这一笔钱 那这是我一个案例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经 我们从生出来 一直到此 都在这个轮回之中 都在这个习经中生活 那我讲一个 我的外孙女 我的那个第二个外孙女 他要生的时候 很好玩 我那女儿说 他不要剖腹 随便啊 反正哦 因为他生第三胎了 那他不择日 不择日好吗 我就随他 结果呢 预产期的钱 那个礼拜哦 要生的那礼拜 医生突然跟他讲说 他不晓得因为怎样 一定要先打针 还不知道打什么针下去 然后再打吹声针 这样生出来 孩子才会平安 不然就是有什么问题 医生一直催他 要在那个时候 前几天就要去 我一看 哇塞 那个日子什么 风则中伏 天则笋 我一看到这样就不对 一直看看 看里面只有 水则节 这一天最好 其他的都不行 但不管就是太远了 不行 结果呢 那时候 因为我在那个土城 安心道场 在上明道大学的学分班 那就就近 赶快去求老祖 我跟老祖说 我选了这一天 如果可以的话 那给我醒杯 那那个 然后还跟老祖说 如果 那我到时候会准备蛋糕 大大的三盒蛋糕来谢老祖 结果老祖就 秋杯秋杯秋杯 一直拔了 我拔了大概五次都秋杯 我突然想到 啊 怎么都秋杯 要给我醒杯 我才知道可不可以啊 我说老祖师兄 时间让你帮我们选嘛 日子我选这一天 我都交给你的 时间交给老祖师兄了 结果我突然想到 啊 我听说 师父常在说 老祖师兄喜欢吃 油饭 红蛋 结果了 我说老祖师兄 我就准备油饭 多少红蛋来 好 祭拜老祖 感谢老祖 结果马上 醒杯 啪啪啪 三个醒杯就 我就很开心 结果我女儿真的 在那一个水泽节里面 最好的时间 动二游的时间 好 生出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亲爱的师父 亲爱的颜德华师 颜德华师 每个人进来维新圣教 都有一段故事 我只讲说 我为什么进来维新圣教的 因缘 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后来不再只做到最后都没有工作 然后就没有工作 就在家里 有一天下午 真的很感恩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它有第四台红滑 然后我听到师父在讲 人生就像一个抛物线 到最谷底的顶点会再爬起来 然后我看了就感觉非常有希望 然后往这没有工作 师父在电视红滑的时候我就看 然后刚好给阴眼忌讳 我要搬家 搬到我们的住新庄 要搬到树林来 然后有因为想说 那时候就去问请示三太子 然后三太子就说 这个家可以买 可是我身边卡因非常重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我足足有八年 过着非常恐惧不安的日子 然后到最后就是走不出门 然后看到人非常害怕 心里非常不安 所以也没有办法工作 工作就辞掉 然后就在家里走不出去 然后就是那三太子就讲 你卡因非常重 而且你身上有两位英灵 然后我先生就问说 那英灵是谁的 那个三太子说 是你祖先的 然后因为那时又快过年 然后过年回南部 然后我在台北车站 搭计程车 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 他计程车上有薪金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有三个小孩 我说没有 我就生一个 我说没有 有明明就有三个 你不是拿掉 就是流产掉 我说我没有 他跟自己说有 然后刚好我就 12月26号 就是快过年 就搬到树林来 然后师傅 刚好没有参加水利华会 那既然我说 他说有 那我就报名参加华会 然后参加华会的时候 师傅有 我也不懂 可能第一次也 都懵懵懵懂也不懂 就报名参加华会 然后写两个英灵 然后到三个区那边查 总编号小编号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人 我说这两个人是谁 我也不认识 我就挡掉回来 问学雅师姐 师傅帮你取的名字啊 哦原来 然后师傅超省的 两个英灵的名字 都是男孩子的名字 跟计程师司机讲的是 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就联系超三年 水利华会帮他超三年 三年我症状 就其实我以前就一直看到 音妇都有那个嗔恨心 一直要骂音妇 然后看到小孩 都想伤害小孩 我这次小孩带得非常辛苦 我就一直想伤害他 然后还有一次 就回乡下 然后刚好生病开刀 然后就是有人送账 有人送账走过去 我那个症状一直发作 就一直想要杀小孩 连我小生的也想杀 连我自己的也想杀害 之后我就哭 哭到 就是一直哭哭到没有办法 把家里闹翻天 可是这件事情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像就过去 也没有解决 可是我那个心态一直存在 然后就是一直到 超度 好像超度三年之后 我的症状就不见了 看到音妇不再骂 也不会再诅咒音妇 然后也不会想伤害自己的小孩 我整整苦了八年 每天都是以泪洗脸 这是我们进来学艺经的 最大功德力 因为它包了万生万物万化 所以操作也是很重要 我进来是带了非常很多问题进来 我是进来是想说 我带了这么多疑问 要来解惑解疑 我遇到的事情非常多 然后 非常多 然后学艺经之后 你有时会每次上课 不管听多少 都在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其实我刚进来 我是讲堂坐不住 我也没有办法讲话 我很害怕跟人家讲话 因为讲话就会骂到对方 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讲话 然后我学艺经 其实我也没有再学艺经 其实我进来 我已经身教目的是在医病 所以我艺经学得不好 我现在虽然当讲生 我还是一个过本道的 所以我艺经学不好 我一直鼓励 每次事物都很慎悲 叫我们要诵经 所以事物讲的经 我已经诵经 我自己也很纳闷 我在学艺经 学到每天都在诵经 然后当然是没有说 臭老师教我们命挂 然后了解自己的命挂的时候 自己会都在还行 以前我是觉得 以前也有检讨 都是检讨被人不对 也不是都自己对 后来才发现 自己的命挂是这样子 所以就会比较 一些事情会放下 就像两年前我甲状先就开刀 然后我们有用意 就知道说我开刀会很平安 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先生他为了要工作 他也不大理我 因为我甲状先蛮大 然后开刀那个医生 父亲看都很害怕 这么大很危险 家属开刀的时候 家属不能离开 那我先生偏偏就是 父亲本身同龄了 当然来了各自灰 他就是因为工作也不管我 他就把他推到里面 他就去跑去工作 然后 或者因为我学了一经 懂得释怀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 也不会怪他 我觉得也都要都要好娘 也不过分 然后就是 学了一经之后 真的懂得我们很多 万生旺 我们都靠了风水 然后阳光在避营着我们 我们一直是一个手心向上的人 都不懂得去感恩 进了维新生教 多了师父的教诲 还有大家都一起学习 让我懂得 知道是一个手心向上的人 懂得比较多了 知道要感恩 就是非常感恩 还有我来见大恩师这几年 非常感恩 原道法师 对我非常地关照 出时刻刻都非常关心的我 比父母亲还关心的我 真的很感恩 还有一只感恩的师父 还有老祖 我这么烦恼 还送我这讲师父 我这些蛮贪心的 那就感恩老祖给我机会 然后 我就在精进嘛 感恩师父给我机会 精进的机会 感恩师父 没有关系 留一点点 等师父帮你圆满 好感恩师父 各位维新神士 各位熟望山之士 今天 三位法师 在表达 学艺经 到他个人过程 尤其我们圆起 讲师 他的身体状况 就从甲状腺 甲状腺 不好 心会心计 头脑会混沌 什么都会自闭 所以 大家学艺经 你了解因果律了 身体健康 心安宁 就是这个实力 祝福各位 感谢 感谢 感谢